而在高雄气暴后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高雄消防局主任秘书的家属 已经来到现场 而消防队也正在搜寻 他们至今下落不明的两名同仁 其他消息我们先给现场记者杨慈英 慈英请说 各位观众高雄气暴意外 事发到现在还有两名失踪的警消人员 到现在是还没有任何的下落 包括这个消防员的主密 还有小队长到现在是还没有找到 任何的一丝蛛丝马鸡 因此刚刚稍早的时候 这个主密 这个消防员主密的家属 是来到现场 他们心情真的是非常的低落 哭得伤心 欲绝就是因为事发到现在 还没听到任何关于 亲爱的家属的任何一丝消息 而大批的这个消防人员 当然也不敢大意 他们已经派了大批的人力 来到现场了 是一直在这边持续的进行搜索 在翻翻这些娃力堆 还有拟图里面 他们就是不放弃任何的意思 希望可以赶快找到 他们的消防同仁 而这个家属真的是哭得非常的伤心 就是希望老天能够帮帮忙 来出现一丝希望 而另外可以看到这个凯旋路 还有二升路口这边 其实现场有很多这个抽水机 还有抽水管 就是因为早上高雄是下起了雨 也让寒冬这边是积了水 而寒冬这个其实是检察官要调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因为这边就是可能是第一个气泡点 而早上这个雨真的是让这个寒冬积水 因此派出这个抽水机在现场抽水才可以进行这个调查的工作 然后稍早的时候 检察官是进入到了寒冬进行检查 也证实了就是这寒冬里面有三条管线 其中有一条是的确出了问题 这也是这个调查的一个新障点之一 所以他们已经打算要在明天早上切割做化验 也会把这个业者照到现场来厘清整个事实真相 如此大动作感进度 就是希望能够早日厘清整个肇事原因 也要让这二十八条人命 也要招出这个整件事情的罪魁祸首 以上是现场掌握最新情形主播